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核四议题持续引发蓝绿角力 其中支持重启核四的公投领衔人黄世修 近日就在政论节目上面 跟民进党立委何志伟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而最争议的一点就是黄世修 公然在节目上面语出惊人的说 你爸妈都六七十岁了 是不是该去死一死 这番失控的言论也让何志伟痛批 这根本就是言语暴力 而黄世修近期争议的言论还不止这一遭 除了之前传出竟然出言威胁反核代表 现在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都难逃他的攻击 因为他就被黄世修点名 会让权限溃题 使新北成为公投的破口 最后看到黄世修身为公投的领先人 却爆出这一连串让外界相当傻眼的脱续言行 究竟会不会因此激化公投的对立 甚至影响公投的结果 而蓝营面对这样的失控 自走炮又该如何来收尾 带您继续看下去 民进党立委何志伟与重启核四公投领先人黄世修 在政论节目上为了核电问题针锋相对 试扣何志伟控诉遭到黄世修言语暴力 为了核四公投 这已不是黄世修第一次对持相反意见的人 与代威胁 18号在中选会举办的第二场公投意见发表会上 他也向台电核能处长徐永辉呛下 我诚心建议你等一下小心说话 你的身家安顿好了吗 听说你太太一直希望你早点退休 所以请看着我的眼睛 我是要保护你呢 还是要成全你呢 甚至在公投辩漏柜上 反击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 只称封装好的合肺料 一堆民众抢着药 那个原民叛徒Kolas 听说昨天还出来呛响 因为我上次说 封装好有钱领的合肺料 我敢跟你赌绝对不少人抢着药 种种荒谬的言论让立委看不下去 我想问 在这个世界上 有哪一个国家的合肺料 是让人放在家里的 那如果很多民众抢着领补助 那为什么台东县政府跟金门县政府 他们原本应该要来办 第一阶的合肺料的选址的这个公投 他们连办都不敢办 为什么如果有很多的民众抢着要补助的话 为什么现在每一个地方县市的首长 都说不要把合肺料放在他们的县市 因为你用正常的方式完全无法护航 所以你只能用这种过激的荒唐的 其实是很荒谬的言论 他有办法护航 我觉得连小学生都知道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荒谬 除了炮打民进党 黄世修也对新北市长侯友宜 没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相当不满 不仅批评侯友宜态度消极 未动员公投 还说新北市若变成四大公投的破口 将冲击侯友宜的政治生涯 而这被网内护打的言论一出 让蓝营市相当尴尬 最近看起来确实 因为民进党的防守跟绵密的说明会 确实和四公投已经被逆转了 所以也看到黄世修讲话越来越急 也越来越辣 不只提醒台阶层处长 连侯友宜都脱下审 那这样急跟辣 当然在他眼里是在帮和四去做吹票 可是事实上其实是在针对蓝营去做分裂 因为当他开始批评侯友宜 或者是自己比较不能接受的言论 来批评这个何志伟的父母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于 整个蓝营是扣分的 当蓝营被扣分 或是蓝营整个分裂 甚至是说挺和传奇的社会形象不好的话 他在社会上接受度也会降低的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在 同学是公投遇到的困境 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 今天国民党要跟着 像黄志修这些核电狂热分子 把车开去撞山 撞上去其实就是不会友好下场 但是整个国民党 已经没有任何人是清醒自理智的 所以才会被这些核电狂热分子绑架 一起做这种自杀性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是蛮可悲的 正义言论一螺筐 黄志修的种种发言 恐怕已让核次问题沦为不理智的口水战 记者黄信雅采访报道 核四公投正方代表黄志修 爆出在节目上三度提及对方父母 活到六七十岁太老就要去死一死吗 引起全民的踏伐 当事人何志伟更是喊出不排除提告 而黄志修本人也在何志伟的脸书发文 底下留言试图要来还原当时的真相 可以看到他是贴出两人当时在节目上面的对话过程 或许是希望借由前后文的对话 要外界厘清之后还他一个公道 不过这样的说法民众真的愿意买单吗 可以看到PTT上面是出现了不少相关的讨论 大部分的网友是不认同刻意提到对方父母 或是人身攻击的言论 还有人说黄志修根本就是对方派来的 因为这番言论跟教养根本是在催出反对票 而随着公投进入最终的倒数阶段 永和代表的争议言论却持续延烧 甚至到达失控的局面 这样的结果恐怕是连蓝营也始料未及 如果您对这一提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下次来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